天氣是越來越熱 政府進行推動 斑斑有冷氣 要讓學生孩子在上口 也有冷氣頭炊 不過心底是 在去年九月十月到今年六月 占對到國中國秀 教室的空氣品質 來進行到條件 結果發現有夠十九歲的教室 開冷氣的時候 二雄法團的農土 都超過票證 意思說 所以除了要開湯門 保持到湯風之外 有部分的國秀 也會另外來按這個空氣的滴滑機 它來比較保持到空氣 隨時都保持流通 小孩子要運動 大陸冬 四陸冬 加在政府推動 每次都有冷氣 入到九色都會計真量 嚴格主委 九色開冷氣 在政府部區二雄法團的農土 有可能超過標準 新的市 這兩年都占多的國中秀 教室空氣的品質進行 發現出現十幾天 國中秀 九色 宿來開冷氣的環境 二雄法團起到 PM2.5 PM10 每點中的量都超過 超過的標準 只有一間國秀 不用共過關而已 這點陰氣很多人的關心 建議還是要依照 教育部的注意事項 在下課時間 因適度的一個通風換氣 二氧發展如果濃度過高 人會覺得很疲倦 昏昏欲睡 也比較容易傳染 像新冠或者是流感這些疾病 台湾門 開機後冷氣不夠冷 如果關起來 它會好看 二雄法團濃度超過標準 台北市有國秀是這樣解決的 國秀教室 正後門會提供 一台空氣高暗機 負責有地方因為空間比較大 每兩台冷氣 平均會到三台到四台高暗機 保持空氣的流通 只要有冷氣開放 我們就會開 除了空氣清淨機之外 還有空氣交換機 一個教室配備的是兩部 專家分析說 像高中和台湾二號 也可能二雄法團超過標準的狀況 只是不去檢視 冷氣開幾天 保持冷鬆的東西 要怎麼保養適量空氣的品質 現在國嚴導國管制政府 和學校的處理靈靈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